大家好 我是小李 人類是相當仰賴社交和互動的生物 英國曾經有個節目做過實驗 一個人是否能在一間沒有手機 沒有電腦 沒有網路的房間當中 獨自生活五天呢? 然而實驗的結果是 一般人在房間中幾個小時 就會開始出現情緒不穩定 失控大哭的症狀 時間再久 甚至會出現恐慌 嘔吐 自言自語 幻聽及幻覺 但大家能想像 一個人在無人島上生活了三千天 沒有與任何人交流的日子嗎? 在哆啦A夢的故事當中就有這樣的一集 看似平凡的內容 卻藏著細思極恐的內幕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故事一開始 大熊因為太晚回家 被爸爸媽媽臭罵了一頓 罵的內容可見相當嚴重 連大熊這麼笨的人都感到傷心了 這時哆啦A夢沒有拿出道具幫助大熊 算是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 還提醒大熊該反省自己 不要一直抱怨 終於大熊忍無可忍 套上了外衣 穿著內褲就揚言要離家出走 你看你這水準 你的父母能不罵你嗎? 哆啦A夢看不下去 大熊只穿著內褲就往外衝 一把將大熊抓了回來 原本這個道具應該是要跟大熊猜拳時 才拿出的殺手劍吧 但大熊心意已決 拿出事先準備的老鼠 將哆啦A夢下昏後 拿了幾樣不明所以的道具 活像個小偷般離開了家 使用竹蜻蜓迫降在一艘貨輪上 安穩的睡著了 第二天醒來 隨著貨輪的航線 路過了一座小島 大熊便義無反顧的登島生活 開始了荒島求生的日子 看看大熊的勇氣 要貝爾的面子往哪裡擺 一到島上 大熊馬上感受到了自由的空氣 但好景不長 食物馬上成了大熊首要解決的問題 研究著昨天偷來的道具 分別有鬧鐘、吸塵器、遠端學習機 竟是一些荒島上毫無用處的機器 意識到再不獲得水資源就會渴死的大熊 戴上了地鼠手套 開始自掘墳墓 不是 開始挖掘地下水 不料 整座島都挖穿了 也只有海水可以喝 發覺事態嚴重的大熊 馬上放棄了離家出走的計畫 這也算是他堅持最久的一次了 大熊想走 但他的竹蜻蜓比他更想走 還沒等大熊帶上 手一滑 竹蜻蜓便離開大熊揚長而去 這下大熊的孤島求生劑正式開演 使用了打開就會下雨的雨傘 解決了飲用水的問題 因為地層塌陷 而獲取椰子樹上的椰子 暫時解決了食物的問題 深信哆啦A夢一定會來救他的大熊 決定在這之前好好活下去 用了椰子 刻了一張哆啦A夢的臉 當作自己聊天傾訴的對象 沒錯 是浩劫重生的劇情 就這樣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每天在海邊想著 哆啦A夢明天一定會來救我的大熊 在海邊等了10年 但哆啦A夢都沒有來 大熊心灰意冷 大聲的咆哮 如果我就這樣長大了 這部卡通不就完結了嗎 看來你有意識到自己是主角啊 就在即將放棄之際 在路邊撿到了10年前覺得沒用的道具 隨著道具發出的電波聲 大熊陷入了回憶之中 突然 從遠方聽見了哆啦A夢的呼喊聲 10年過去 唯一還認得大熊的 大概就只有哆啦A夢了 大熊興奮的跑向哆啦A夢 不慎跌倒 看到跌倒的大熊 哆啦A夢馬上 伸出援手 兩人喜極而泣 原來當初沒有用的道具是求救信號機 多啦A夢因為接收到信號 才找到大熊的 回到家的大熊 生怕這10年來 父母非常擔心他 這時 多啦A夢用時光機 載著大熊回到了10年前 離家出走的那一晚 並且用時光包袱金 將大熊變回10年前的樣子 回到家後 看到父母還在安穩的看電視 大熊抱著媽媽痛哭流涕 故事圓滿結束 這故事啊 我認為是要呼籲全日本的小孩 千萬不要離家出走 不然到時候 連哆啦A夢都救不了你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原本故事講到這邊 就該結束了 但大家有沒有發現 首先 最大的疑點 在大熊消失的這10年當中 多啦A夢都沒有找過他嗎 以多啦A夢的道具而言 要找到大熊 易如反掌 任意門 尋人手葬 取物皮包 快則能在請客間完成 最久最久最久 一集劇場版的時間 也該找到了 但整整花了10年 多啦A夢才來救大熊 是找不到嗎 或者 根本就沒有找了 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有一樣非常重視的東西 它突然不見了 而你卻沒去找它 唯一的可能是什麼呢 就是你根本沒有覺得 它消失了 照故事的時間線來說 大熊離家出走的那一晚 10年後 搭乘時光機 用時光包袱金變成小孩的老大熊 就直接銜接了原本大熊的時間線 也就是說 在原本的時間線中的多啦A夢 和大熊的父母認知中 大熊根本就沒有消失過 在無人島上 多啦A夢去救大熊的那一刻 大熊甚至有問他 為什麼多啦A夢過了10年後才來找我呢 而這裡 可以說是整集動畫中最可怕的地方 因為多啦A夢 並沒有回答 只是笑著 沒有說任何的話 回到家後 用時光包袱金 將大熊變回了10年前的樣子 有了10年的荒島磨練 我看胖虎再也打不過他了 但時光包袱金 並不會重製 或是成長人的記憶 也就是說大熊的外觀一旦改變了 除了大熊的記憶外 世界上沒有任何的東西 能夠證明大熊存在過那10年 而大熊的記憶在別人的認知中 算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10年是多長的日子啊 可怕的並不是絕望 而是期待明天就能得救的希望 大熊就是在這樣的日子中 一個人獨自度過了10年 換句話說 每一個時空當中 都有兩位大熊 一位是從10年後 荒島求生回來的大熊 一位是正困在荒島上 期待明天就會得救的大熊 看到這邊有人就會說 哎呦大熊10年過去了 頭腦難道都沒有變聰明嗎 他累積了10年的生活經驗 應該已經變成一個很厲害的人才對 拜託 10年都在無人島上 沒有與人互動沒有學習的機會 別說變聰明了 還記得怎麼講話就已經很神了 但我認為啊 也許大熊根本就沒有那麼聰明 他根本就不會意識到 不能與人交流互動 是多麼可怕又孤獨的事 而且他在10年後 回到了另一個時空 也忘記跟那個時空的哆啦A夢說 還有一位大熊 正困在無人島上 我想這才是整篇故事當中 最細思極恐的地方吧 希望再問一下 拜託 這才是可以看的 呢 好 請問一下